我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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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处长都说 我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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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如 你想想 我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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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沈西东同志 你放心吧 我会派人跟你一起去 暗中保护你的安全 也会暗中保护你的家人 嗯 那 我亲爱的 我亲爱的 刘大夫 刘大夫 你怎么了 快起来 我扶你起来 你等着我去给你叫医生 别去 小李 你帮我 帮我自量一下心率和脉搏 让我把数据记在板子上 你这是干什么 你先别问了 按我说的做 快 好 好 好 别 好 加油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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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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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 瞄准 加油 转 先走 转 小心 李正 加油 转 轻步 转 老婆 我回来了 您慢走啊 那我走了 快点我饿了 马上来 快点啊 谢谢 谢谢 您慢走啊 路上小心滑啊 好 快说 重庆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出大事了 江文轩被捕了 江文轩被捕了 对 台湾那边派人来了 什么人 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件 你想不到的事 牛脖子被杀了 牛脖子死了 江文轩被捕 还影响不了我们 但是牛脖子一死 我们还真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跟上面失去了联系 嗯 牛脖子情报里 除了狼之外 还提到什么人没有 好像还有一个叫血狐狸的 钱孝义 你认识他 不认识 听说 他可是中统局的头派杀手 赫赫有名的人物 血狐狸和台湾派来的人 同时出现 看来 这次任务非比寻常 我们当务之急 必须尽快想办法 跟他们取得联系 怎么联系啊 他们东躲西藏的 再说牛脖子又死了 我上哪找他们去 联系不上也得联系 我们在这潜伏不能没有上级 还有啊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重新有人来找卓大顺 很快两个人就下山 说去接他父亲 下山那天 民兵只会不被炸了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去卓大顺那探个信 你看看他 跟上面取得联系没有 如果联系上了 我们也好通过他 跟我们的上级 重新取得联系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喝水 坐 刚才民兵看见我了 要不了多久 山里人就知道你把你爹接回来了 这山里边休息船得快 朱大帅 朱大帅 震海啊 这就是你爹啊 啊 这是我爹 大帅好 他听不见 你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 朱大帅 你老实跟我说 你这次去重庆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 这明摆着的事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算 朱大帅 是不是借着 借你爹的名义 去重庆搬救兵去了 不瞒你说啊 我还真想找个大人物过来 给我撑撑腰 你小子现在出息了 你小子现在出息了 怎么着 找着吧 这个我没必要跟你说吧 朱海 以后啊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事你少打点 你给主大帅 你你你等着 王八蛋敢跟我顶嘴 过日子 我说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 绝无二心 郑海 你真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我们是有纪律的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以后这种混账话不要再说了 行了吧 蓝香 舍生取义 杀身成人 这就是纪律是不 我告诉你 我郑海也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不过就这一套 你蒙不了我 杀了我的身 你不愿意 取他的义 骗谁呀 蓝香啊 自从那天以后 我也想了好一阵子 我以后 不再藏着 不再掖着了 我可以为你死 我就是喜欢你 我知道 你看不上我这样的 也不可能喜欢我 我单相思 我燕带锅子一头热 可你得让我说呀 总不能憋死我吧 我输了还不行吗 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大山里待着 我们怎么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呢 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敌人 你死我活 只有等党国回来 你别忘了 我写给你 我已经在这儿了 你不能在这儿 没人 你不想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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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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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说 表哥 是这么回事 就你走的那天晚上 我们正准备睡觉 突然听到院里有动静 我折角穿上衣服 准备出去看看 突然闯进俩人来 然后拿枪指着我 把我和子蓉给绑了 然后院外边闹哄哄哄的 一听就是共产党在这抓人 那个领头的拿枪指着我头 就说在我们这躲一躲 一会儿院外面安静了 我就知道 这共产党就是抓他们的 接着说 表哥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是真是假 我能听出来 我让你接着说 那个领头的就责怪他的手下 说杀死了一个脖子 说如果他要不把那个叫牛脖子杀死 他们就不会暴露了 表哥 你敢跟老子耍花招 没有 表哥 天下有那么巧的事吗 杀完牛脖子偏偏跑到你们家去了 别 说实话 要不然我 别 表哥 你等我说完 你等我说完再杀我 说 后来那个领头的看着我 我就知道他要杀我和子蓉灭口 我吓坏了 我就求他们 可求他们也没用 我这一着急 表哥我就把你说出来了 我说我表哥是你们的人 以前是红宗男的手下 现在就在四面山 就凭你说这个 他们就没杀你 没有 后来他们俩就进屋商量了一下 然后就说 如果你表哥是我们自己人 那就麻烦你上山 把你表哥请下来跟我们见个面 然后他们就把我老婆孩子给扣下了 说如果我要爽话头 就老婆孩子一起死 表哥 你得想想办法 你得救救我们全家 你 他们就这么轻易的让你上山了 没有 后来我问他们 我上山怎么跟我表哥说 他们就说他姓张 如果你哥真是胡长官的手下 应该知道以前重庆有个叫张兆林的 他就是张兆林的儿子 叫张维农 然后就没了 表哥 你得想想办法 表哥 我求求你了 我老婆孩子都在他们手上呢 表哥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表哥 我求求你了 表哥 谢谢 表哥 咱走吧 快点把我求你了 张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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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这是 你嫂子 她是 嫌棘东 就是我城里那个表弟 你常说的那个表弟就是他啊 你这是怎么了 你 嫂子 我家出 什么事都没有 你去做饭 多捺几个下酒菜 去 你先坐 别嫂子 我急 别瞎说了 来 还行 你觉得这小子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也太巧合了吧这事 是有点巧合 不过他说的张兆林 不会有家 你认识那个叫什么张兆林的 不认识 不过我知道 他是胡长官的首相 你明天去趟重庆 既然他说是张兆林的儿子 你就把他带上来 是真是假 我自有分辨